今天的《试诚有约》就有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大家好 我是沁凯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已经知道 或者是在荧幕前看得出 我怀孕啦 大家看看我现在肚子那么的大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会转到幕后工作 也会专注备孕迎接我第一个宝宝的到来 那么新手妈妈在产前 到底需要准备些什么 一起来看看我前妻的准备工作 距离我的预产期 大概还有少过六个星期 所以我现在心情其实相当的忐忑不安 又非常的紧张 你呢 又开心又紧张 真的吗 你不怕吧 会 所以为了让我们更从容地去应对呢 我哥 我先生今天就相约来上 这个产前育婴课 希望我们上了课之后呢 可以对照顾新生儿有更多的知识和概念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走吧 好 新凯 你到了 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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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今天的课程是蛮多的 好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课程是学怎么抱 baby 最主要呢 不管是为人来冲凉洗澡 我们都要想到宝宝的安全 第一就是先把那个景象做好先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臀部也抬一下子 OK 然后再抱起来 那你看 很安全的宝宝 好 你们也来试试吧 OK 真的宝宝是软绵绵的 很好 对 对 对 标准 标准 这样会不会不能呼吸 宝宝很厉害的 不可以呼吸 他会摆动他的鼻子 可是宝宝我注意到 你们照顾宝宝的时候 尤其是冲凉 喂母女的时候 你可能不要戴手表 因为还不是说很厉害去抱 baby 因为我怕他会刮到你 刮手 对 就是手势也不可以 妈妈的手势也是一样 你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坦白讲 抱婴儿我是有少少的经验的 因为我很多姐姐 所以我有抱过我的外甥啊 或者是外甥女 但是帮新生婴儿的洗澡 我是完全就是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那我们先讲环境不可以太冷 要把空调关掉 风扇也不可以 不可以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 那个水看够不够热 OK 去摸一下子 对 OK 那用手去这样子旋转一下 那全部水都是一样的温度 然后我们先第一步骤是洗眼睛 记得要把手洗干净 不然宝宝很容易眼睛会发炎 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不要乱乱晃 乱乱碰其他的 去拿一个出来 然后呢 把水吸出来 这个眼睛要从里面往外 就这样子用一次而已 然后转过来再用多一次 记得不可以这样往里面 因为这里有一个眼泪线 你会把那个肮脏的灰尘推进去 如果真的是宝宝眼睛太多杂物的话 你要打开的时候 不应该这样子打开 那偶尔可能会不小心 那个手碰到眼睛 那就不好 OK 通常我们是这样子开 要注意的地方是耳朵后面 更注意的是下面 为什么 喝冷暖 喝牛奶 没有麻坤 颈像可能很多那些污垢 然后我们现在洗头 要轻轻地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宝宝皮肤很薄 不舒服 现在脱衣服 通常我们是这样子 先用手 那你脱衣服的时候 注意一下子就不要这样子盖着宝宝 他会怕 一直跟宝宝讲话 好了 我们要冲凉咯 冲凉咯 要有互动 OK 我们通常是放脚先 其他部分都是这样子 好像刚才这样拍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洗后面 把宝宝的前面的景象 这样子安全地保护 永远都要保护他的景象 OK 那你要翻过来的时候 也是要照顾到他的景象 就是好像三文字这样 把他安全地保护 这个是宝宝来的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器材 不要这样子弄干 不要弄干材这样 慢慢 慢慢 因为我现在距离我的预产期 还有大概五六个星期 那么我在饮食方面 需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很多怀孕的妈妈不明白这个 你差不多已经决定 有准备你要怀孕了 你就应该吃好的 因为当你知道怀孕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月后 可是宝宝在十四天之内 已经开始有脑的发育 其他的神经的发育 所以你应该在怀孕之前就把身体处理好 其实想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真的要当人母了 就是会心情上会有些焦虑 然后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的资料 比如说如果他们在睡觉的时候 没有照顾好 可能会有这个婴儿猝死综合症 那我们要怎么预防这些事情发生 第一就是当你喂母女的时候 很累嘛 刚生孩子 那你就可能会睡着 那就很危险 最好就是有人看着你 尤其是晚上 那爸爸你就要 也要调整你的时间 不要两个都是二十四小时 如果妈妈她现在她很累嘛 就是现在怀孕很累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比较 可以舒缓她现在的她的精神状况 心情不要这样浮躁 那你就早一点下班 OK 然后陪她走走 OK 多注意她 跟她聊天 然后问候她需要些什么东西 谢谢师傅雅莎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希望我们今天学到的 都可以好好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怀孕的这个过程 我已经对母亲这个角色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尤其是身体外形的改变 心情上面的起伏 尤其看到龙起的肚子 其实是挺幸福的 不过也多了一份责任感 对吗 对 通过这个课程 让我们更了解彼此的责任 还有角色 所以我相信我们之后 可以一切都顺顺利 我们要成为彼此的好伙伴 互相帮助 希望一切顺利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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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